大家好,我是萌新超人 非常荣幸在金秋视频赛道 我获得了一个二等奖 谢谢各位粉丝小伙伴的支持 超人领取到了1888的钻石和灌草机箭手碎片 90个灌草机箭手的碎片刚好升到三阶 给三本进阶书的话可以直接升到五阶 但是超人舍不得啊 进阶书超人还是留着吧 之前的秋日庆典活动 完成任务提升等级之后 可以获得流星花的碎片 超人刚好凑齐10个碎片获得了流星花 在万圣节的现实秘境 超人全部打满15颗星 没有发现任何的隐藏奖励 只不过获得了捷克南瓜灯以及他的装扮 不过这些奖励只需要打10星就够了 不需要打满15颗星 今天上线一看返还了2250钻石 昨天的库旁曼德拉冲到了五折吗 这也太给力了吧 超人昨天说过的话 瞬间被打脸 今天是长枪求蓝 超人没有这棵植物 直接团 不知不觉 超人从最近的活动 获得了很多克金植物啊 我的植物数量都已经有231颗了 没解锁的植物 只有下面这三行了 对于零克玩家来说 这样的成绩单还不错吧 那么超人就把最近获得的克金植物 全部带上场 看一看这些曾经的克金植物 到底有多强 上吧 流星花 斯巴达主 就派你们两个打头阵 接下来是捷克南瓜灯和灌草机箭手 让超人见识见识克金植物的威力吧 去吧 长枪求蓝 流星花这棵植物 虽然在第一行 但是他可以打到第五行的僵尸啊 捷克南瓜灯开启大招看烟花喽 五阶的库跑曼达拉 大招直接击飞一行僵尸 斯巴达主攻防一体 不过一阶植物打四阶僵尸 还是有点吃力啊 来来来继续补种植物 感觉库跑曼达拉这棵植物还是得靠大招啊 第五行危险了 再来一颗库跑曼达拉 非常的帅气 现在第一行又有点危险了 长枪求蓝这棵植物还可以手动点击 没关系 第一行我们再等一个库旁曼达拉 用双方向的回拖延一下 什么啊 地上的岩浆从哪来的 流星花 流星花 原来是你 还好我及时把魔斗丢出来 流星花 你居然这样对我 真的是天坑啊 感觉打了半天 魔斗一出 什么华丽胡哨的全部白白 这些克金植物嘛 感觉也没多强的样子 惊险过关